好,我们最后一节,夫妇顺 这个夫妻之间要和顺 才能一顺百顺 加和才能万事行 它是周全的 要不然就这多一点,那就少一点 不太平衡 时间长了就出问题 人生是不完整 我们说到顺啊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女子 应该更顺一点 那实际上 以前讲的这个三从四德呢 说 在家 未嫁 从妇 妓嫁 从妇 妇死 从子 就总要从一个 感觉这个女子 这个昆道 说就要包容 获得宰物 就要从 是不是很委屈呢 一个主 一个从 其实我们现在把观念改过来 改成主跟伴 陪伴的伴 你这个从 你这个从是要衬托它 但是这个主要不好好地照顾你 你也不会从 也不应该从 所以昆 挂奖 力拼马之针 把这个比作一匹好的母马 那如果没有好的公马 他一样 有自己前行 所以遇不到好的丈夫 领导 在外就是领导 那就 不能从 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呢 你表面上 嘴上从 是是是 好好好 嗯啊 嗯啊 不去做就好了 到时候再想办法 再找借口 那你说的不对的 我为什么要做呢 那是傻瓜啊 让你去干嘛 就干嘛 他是不是真心为了你 那我们说这个 从之后 那个主啊 他是要担当责任的 出了问题 他是要负责的 其实男人 想当 丈夫 唯一的一个 就是一家之主 表面上 我说了算就可以了 他就要这一个面 尊严 所谓的 那女子 他是实在的 要在那里 求实的 所以说 小的时候 家里有老鼠 爸爸妈妈 都看到了 妈妈就叫起来 啊 一声 爸爸就去抓 没有 现在 征求男女平等 一人一只 气不气惯 搞成这个样子 多可怜 所以 女人的依靠 既然有所从 反而她的依靠更多 男人 你说从小 可以靠爸爸 你爸爸是谁 是李刚 你没有爸爸 只能靠自己 那你说靠儿子 感觉好像 男人靠儿子 是吧 所以这是 一方面是弱势 一方面又是他的优势 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四德呢 说 父 言 容貌 父公 具体做的事 父德 一个人的德行 还有就是父言 讲话 说话 我们会想到 这是对女性的压迫 拘束 实际上 女子她的特性 她的特点是这样 是上柔的 是能够 在小的范围内 提升自我 让自己更完满 同时衬托家里 让家里更美满 和谐 有什么不好呢 那男子 他可能某一方面 更突出 大的事情 他需要拿得起来 所以性别不同 我们一直以来 对女子是非常尊重 尊敬的 只不过明清时期 比较高的 现在人好像一想 就古代怎么走